旱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9号由指挥官网美花主持 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 并采释相关节水措施 针对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嘉义 台南 等水勤灯号为黄灯的地区 使用自来水每天达1000度以上的工业大户 进行专案的现地辅导 以落实节水7%为目标 即使近日北部地区阴雨绵绵 但雨就是无法到达中南部 汉在阴边中心根据气象局预测 未来降雨机率仍难以满足 明年一起到作用水量 因此会再评估降雨状况 是否实施停灌 我们以目前水库的蓄水量来看 也只能供应2.4亿吨的水量 所以这个水情还是有赖于降雨的增加 才能够来改善 所以我们会审慎的来评估 目前也请农委会持续跟农民沟通 了解国内水情池井状况 未来若是停灌 将针对农民及上下游业者给予补偿 另外我们对于相关停灌造成的一个 到做上下游产业的一个辅导措施 针对育苗业者 代根业者 还有那个稻谷后干业者 我们也会针对它的损失的情形 来给予补偿 另外汉在应变中心 也要求水情灯号为黄灯的县市政府 成立抗汉专区 并通知业者停止以自来水作为喷水池 浇灌及墙面清洗等行为 同时向厂商业者宣导 使用自由地下水景 减少自来水的使用量 原市新闻 阿拉斯普罗路养屋 流行北市采访报导